你咋都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俩都恶心 嗨 大家好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开心 当看到一名脸上有胎记的女生被同学辱骂 大家会怎么做呢 你长得那么丑 你怎么有脸出来了 这个胎记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就说你几句 你至于吗 你哭什么呀你 你这是我见过最丑的人了 我看你人家又很恶心 不是 你给胎记你啥呀 你别老碰他 你不嫌糟吗 你是不是变一人 我要是你 我都不好意思出来 我死了得了 以后你别跟我们一块走 天啊没有啊 我看你就烦 跑得烦了 你还挺烦的 败这么些毛病 想死了也不准败 你快给他拍张照 我从来没赃过这么大的胎记 你给他卷下来 抬头 来 抬头 别这样 你这样干嘛呀 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胎记吗 我跟他姐姐跟你长得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了 你去吃个胎 你怎么没吃过来 我说得到实话 你这感觉很恶心啊 姐 你快别跟他在一块 待会被他胎记传染了 胎记不传染了 我看 我刚刚听半天了 你有什么词格评论别人长得好看不好看呢 花你家钱吃你家饭了 呼吸你家空气了 你哭什么 我们说错了吗 他长得面还不让人说似的 装什么都知道了 你怎么不让人说他 如果是你呢 你会是你呢 你怎么不让人说他吗 对人公平吗 你长得都恶心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俩都是恶心 你不都学了吗 你这德性都没有 你长得好看呗 怎么都懂 这么大 你男生欺贵的女生觉得光荣吗 这是男生还应该做的事情呢 你长得好看吗 不好看吧 你知道还有一上语 还像明天一样有气质 还是心灵美啊 人的心灵美 她有善意 你外表长得好看 你没有德性才费 对 哪有这样的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你嫌人家的恶心 爸妈都没嫌他 你就是 他活着你 你愿意吗 人家这么说你啊 谁都是有缝吗 谁都干什么的 都都都 别理他 谢谢你 来 我给你拍这些 不要动他了 让他回去吧 你回家吧 你要走是吧 上哪儿啊你 让他回家吧 你们要干什么 你家在哪里 上个花园的 往哪个方向走 那儿 那走吧 跟我一起 谢谢你 不用理他 你没事 谢谢你们 这个人人品有问题 我要去哪儿啊 去逛街 广场 我都能陪你快去 帮你送我一下 谢谢你们 别哭了啊 没事 没事 这不是你的错 别人会欣赏你的姑娘 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 嗯 他们在跟着你 他们是不是知道你家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我们去办了 姐姐请你吃东西好不好 没事的 我们喝点饮料都可以好不好 走 将来的我好好学习 长大了之后 都是我干的好一点 对他们要强一百个强 他们长得好德行不好 下次遇到这种事情 如果你他们还欺负你 你就往人堆里去找 然后会有好心的人 会帮你的 嗯 走 我跟你说 我 我 我两个人 我 我 我什么 我今天这俩脖子都不得了 我抬头 抬头 抬头干什么 你这个抬头 健康一点 没有什么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 不想让别人看见的东西 他们说什么跟我们没关系 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干嘛非要听他说呢 每个人都有自卑的点 我觉得 我们也看了你好久 但是 其实我也很胆 你想一想 我站在那边 我也不想看这么胆 对 但是我的朋友 他胆子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就拿着你 我们一起走 就难过了 你家姐姐 微信姐姐同意一下 嗯 没事 我是专门化妆的 我可以这样去化妆 这样便美 没有关系 我们不知道他也很好看的 以后别人再说你什么 就抬回家 不用管那个 是他们对吧 这个视频我是可以发往上去 一定有影响的 如果会了 我就不发 如果他们再骚扰你的话 这个视频我可以发给你 嗯 你这个就可以作为 就是说给老师看看 真意好不好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我们刚刚在拍一个暖心的视频 我们镜头在这边 嗨 谢谢 谢谢 太过去过人了 太过去过人了 你们俩 我们就想记录一下 像你们这种善气 我看过你们 大树军 是吗 对对对 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的节目 对我们就希望通过您的行为 呼吁更多的人 像您一样帮助 水面电视要帮助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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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鸭鸭鸭鸭鸭鸭 感谢您 感谢